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一个神奇的DIY世界 教你如何将废弃的玻璃瓶和木板变成独一无二的多肉盆栽 这不仅是一个环保的创意,更是一个让你家居装饰患然一新的绝佳方法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步,准备材料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下材料 废弃的玻璃瓶,各种形状和大小都可以 木板可以是就家具拆下来的木板 工具,玻璃切割器 砂纸,浇水,钉子,锤子,刷子,颜料,多肉植物 第二步,切割玻璃瓶 使用玻璃切割器小心地切割玻璃瓶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在切割前,可以用热水和冷水交替浸泡玻璃瓶 这样更容易切割 切割时要注意安全 戴上手套和护目镜 第三步,打磨玻璃边缘 切割完玻璃瓶后 用杀纸打磨边缘 确保没有锋利的部分 这样不仅安全 还能让玻璃瓶看起来更美观 第四步,制作木板底座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木板底座 根据玻璃瓶的大小 切割合适尺寸的木板 然后,用砂纸打磨木板表面使其光滑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木板上色 增加个性化的元素 第五步,组合盆栽 将打磨好的玻璃瓶固定在木板上 你可以使用胶水或者钉子固定 确保其稳固 然后,在玻璃瓶中加入泥土和多肉植物 选择一些适合室内种植的多肉植物 如图片中的H.A.Varia 第六步,装饰和展示 最后一步,就是装饰和展示你的作品了 你可以在木板上添加一些小装饰品 如贝壳,小石子等增加美感 将完成的多肉盆栽放在家中的显眼位置 让它成为你家居装饰的一部分 小贴饰 环保理念,利用废弃物品制作盆栽 不仅环保,还能减少浪费 创意无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尝试不同的玻璃瓶和木板组合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互动分享,将你的作品分享到社交媒体 邀请朋友们一起DIY 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结语 看完这个视频 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动手试试了呢 废弃的玻璃瓶和木板在你的桥手下 变成了独特的多肉盆栽 不仅美化了家居环境 还传递了环保的理念 快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分享哦 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的DIY行列中来 一起创造美好生活